你 你干嘛 你干嘛 蛋糕来了 终于来了 姐 你没拿刀吗 我刚才拿不下了 我去拿吧 霓菲姐你歇会儿 我能忙一天了 谢谢 蚊子好虾啊 霓菲叫好不好 好啊 我把我的独门秘方全都交出给你 这你的脑子给你秘方了 你也不会做 这可不一定 不要你的智商衡量别人 可惜了 我有乳糖不耐症 没口服了 我减肥我也不吃了 你们都不吃了 小县她爱吃 对 我们吃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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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几杯剪刀来了 谢谢 我来吧 不麻烦了 你去坐着 切蛋糕了 我切蛋糕了 小心生日快乐 谢谢姐姐 陈总 todas 1975 吧 Stories 你吃得多极了 自己的东西 有点小的东西 你可以吃得多 你先吃得多了 你一定会吃得多了 你还要吃得多了 你吃得多了 谢谢 好吃吗 好吃 这蛋糕真不错 这蛋糕吃了还想吃 下周不可以再去吗 你也不怕累当你姐姐 关键我自己太想吃了 太好吃了呀 嗯 嗯 嗯 一会儿都不好 慢点吃 哎 嗯 抱歉 你吃完自己的又吃家伟的 你不是减肥吗 这还怎么减 嗯 好吃 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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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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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伟怎么了 家伟 家伟 不好 书中毒了 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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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留一下啊 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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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不会有问题 这就说明了蛋糕有问题 蛋糕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有的有问题 有的没有问题 问题应该出现在盘子或者刀上 你们家除了我们以外还没有别人 比如保姆之类的 没有了 我知道今天聚会 就没有让保姆过来 这么说 投毒的人就在我们当中了 而且最有可能实施投毒的地方 就是厨房 是你 是不是你杀了我姐姐 小倩 我还替我去报仇 小倩你放下 小倩你放下 把他放下 把他放下 小倩你相信我不是我 我说过了我不可能在一起的 除了你 除了你不要人在碰到她 小倩你这是关于我是吗 你怎么能这样的 不是你还有谁啊 不是她 她虽然碰过刀叉也进过厨房 但是却没有碰过盘子或者分蛋糕 如果她是投毒的人的话 她怎么有权利去掌握哪块蛋糕有毒 那块蛋糕没毒呢 假如有毒的蛋糕分给她自己了呢 小倩 我祝勇豪在你心中就这样子的吗 我们认识这么久了 你让不了解我 诬赖我 小倩 那会是谁呢 小倩不可能对自己的男朋友瞎说 如果永豪也排出嫌疑 难道他们是自杀 家伟应该不会 你怎么那么肯定 因为家伟今天决定向小倩求婚 说给小倩一个惊喜 让我瞒住小倩 家伟说要把芥儿藏在蛋糕里 等大家吃出来之后 决定向小倩求婚的 你记住 这姐姐的爱里 不可能 怎么可能呢 小倩 你先说 我先我替你喝一杯吧 算了 你又不是她男朋友 还是男朋友和好了 今天我观察大家的表情 发现当时不悦的 不仅仅只有朱永豪一个 还有罗亦菲 所以说罗亦菲也吃醋了 姐 那你先坐吧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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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但是因为家伟和她是一对 她来家里玩的时候认识的小倩 我那个时候还喜欢小倩 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家伟和小倩最后走到了一起 这就对了 所以罗亦菲看到你们亲近的动作 所以吃醋了 不会的 姐姐说了她已经不爱家伟了 她不这么说 你还指望她说些什么呢 那宛如你的意思是 宇菲自己投毒害了自己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吃下毒蛋糕的不光光有罗亦菲 同样还有她深爱着的家伟啊 可是她怎么将毒蛋糕 分配给我们每个人呢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 她切蛋糕的什么法 一把刀有两面 我们假设刀的左边是有毒的 这样投毒者就可以在切蛋糕的时候 自由地控制哪几块蛋糕是 第一刀切下去之后 蛋糕左侧的侧边就粘上了毒药 而右边却没有 之后 罗宇菲切蛋糕的方式 并不是像一般人一样 是从内到外由圆心向外 一刀一刀地往外切 而是切一刀 画一个方向 再切一刀 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保证蛋糕左侧中间的部分是没有毒的 而蛋糕右边两边的部分 是没有毒的 小青春快乐 谢谢姐姐 谢谢 谢谢 所以宇菲故意把有毒的蛋糕 都留给了自己和家伟 家磊 是没有毒的 难道他们在殉情 姐姐这么疼我 她这么爱我 她不可能在生日会上做出这样的事情的 好 对 就是这个接着 你姐姐不是送了你一份生日礼物吗 拆礼物的时间到了 打她看看吧 是姐姐的日记 是姐姐的日记 找到最后的一本 看看最新的日记写了什么 陈倩 那天 当你读到这篇日记的时候 大概我跟家伟已经走了 我那么深爱着家伟 你却很道多爱 就像当年你的妈妈夺走我妈妈的男人一样 我以前不理解 妈妈为什么会那么痛苦 终日郁郁寡欢直到去世 可是自从你夺走了我的家围之后 我终于明白了妈妈的痛苦 作为姐姐 我也该让你在有生之年尝尝这种滋味 你不知道我有多狠 我全部都记在这十几本日记里了 你将来可以慢慢的去读 本想再等几年再实施我的计划 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家伟竟然想在这刚刚毕业的时候 就向你求婚 我没得选 所以我选择在今天结束这一切 希望我送你的这份生日礼物 你能满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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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